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中山传则是开启古中山国的一把钥匙 陈锋2300余年 仅1101字的中山传 近年在中国内地引发书法新潮 亦在海外觅得众多之音 中山传从何而来 为何有着中国最美古文字之美誉 他又是如何在书法界巢卷海里外 近日中心社东西问 就此专访河北博物院文博研究馆员郝建文 战国时期中山国为河北省石家庄保定一代 由北方游牧民族白帝鲜运部落建立的 自公元前506年至公元前296年 中山国存续200多年 历经七代国军良渡兴亡国运曲折 到了20世纪70年代 口口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 勘探了中山国都零售古城 发掘了五座中山王祖墓和百一座的平民墓葬 供出土文物有两万一件 其中有铁都通顶通方湖通元湖 这三件青铜器被称为中山三器 他们的气身上都有长篇的名文 一共的1101个字记录了中山国的重要史诗 确立了中山国王室的世纪 战国第八雄逐渐展露真容 中山三器上的名文 张法随式复行拍列整齐 文字嫌隙俊美 刚进挺秀被后人称为中山传 他们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 好见文介绍中山三器上名文去其重出 游得四百余字 它是秦前古文的一支 属晋系文字 有着强烈的自我风格 中山传的出现 改变了人们对先秦文字的既有认知 秦大爷一同文字以前 战国文字缺乏统一性 可谓争气斗艳 但大多较为质朴 这其中受尽精美 体态修长 极具装饰性的中山传 它堪称为中国古文字里边的精品 它重心的偏上 笔画直线的挺进 像一把利剑 弧线的圆润 秋翼 像绷紧的弓弦 整体的钢剑 静挺 又婀娜飘逸 彰显着质刚 与质柔的清和之美 中山传的美美在造型 更美在气韵风骨 其笔画本身灵动 且富有弹性 弯曲的弧度 彰显了生命的力量 从中能感受到 独树中山国 绵韧弯强的精神气质 中山国单身一乱世之中 吕王 吕星 曾圣极一时 堪称战国史上的一个奇迹 通过中山传 我们可以看到 中山国人的坚毅 勇猛和不屈不挠 犹如战国凶风 趁势而来 故国中山就在眼前 郝建文说 中山传属于中山国官方的 庄重字体 充满庙堂之气 它由记忆纯熟的工匠 精心制作 文字自行调整了长宽比例 使其呈现出修长秀雅的体态 其结构精细巧妙 运用虫舌的抽象化处理 代表了当时贵族阶层的艺术审美 中山传的发现 不仅在中国内地引发书法新潮 也在海外收获大量粉丝 中山三级出动以后 当代的学者 书法家旭文 他发现了三级明文的深眉价值 他辗转得到了三级明文 踏片的复印件 书法家郑胜中 则编转了中山王错起文字编 从此中山传迅速 在海内外传播 得到了古文字学界的好评 如今中山传在海内外 拥有大批的铁粉 包括知名学者 书画家等 近几年的中山传热 也影响着中国的台湾 以及日本和马来西亚 等国家和地区 台湾书法传课家 黄畅平几十年 演习中山传 上世纪八十年代 咱们中山传的文物 在东京展出 引发了日本民众 对中山传的这种关注 日本的汉学家海孙威一 他从这以后 就开始研究中山传文字 另外还有一个日本人 大埔州人 他当年他是个中学美术老师 他看了那个展览以后 也迷上了中山传 这几十年一直在临写 在以中山传搞书法创作 他的作品在咱们国内的展览 在书法界也得到认可 中山传独特优美的造型艺术 是吸引众多书法爱好者 进行沿袭临摹 以创作的主要原因 从中可以欣赏文字之美 艺术之美和文明之美